日本三一一大地震 屆滿四周年 來台念書的日本留學生 連續四年在淡水舉辦活動 感謝台灣各界 當時捐款兩百億日圓 和物資贈災 並邀請現場民眾哲指賀 寫下祝福的話 為東北災民祈福 我是希望他們能夠重振 重新建造自己的新的家園 日本的朋友 加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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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通過這個謝謝台灣活動 我認識了台灣人 有些人會說 你們還是跟我們謝謝 那我們也要謝謝你們 但是我覺得這個日本和台灣的 這樣的關係真的很好 很棒 所以我希望這樣的感情 以後也要繼續下去 日本工程縣商會理事長 同時也是三一一地震的災民 陰景廣行 今年專程來台 分享地震的逃生經驗 他回想當時劫後餘生 受到台灣團體的協助 至今人充滿感謝 謝謝台灣活動 每年讓台灣人看到日本東北回復的情況 主辦的日本留學生也會將活動中 寫滿祝福的紙客寄到災區 希望幫助災民走出陰霾 中央社記者陳嘉瑜 淡水報導 祝福的紙客寫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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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� 制作人数字幕制作人数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